猪老爸 猪老爸 抵雷竟然没把你给炸死 山阳叔啊 山阳叔 你叫我怎么说你呢 你这功力不够啊 功力不够啊 走了 不敢睁眼了 地雷没把他炸死 倒是把乡亲们给害惨了 走的时候我说过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猪老爸被你们炸死了 小鬼子能放过前村的老百姓吗 到时候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你又要借于大肚子来杀猪老爸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猪老爸本来就和于大肚子有仇 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派人 去杀于大肚子了 都是罕奸 谁杀谁都是一样的 刘掌柜对咱们的队友怎么看 同意了 刘掌柜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 是配合游击队夺粮食 保住秋收的粮食 那他给他枪了吗 都带来了 在后宫呢 那还不赶紧看看去 你们俩把衣服换了 什么样子 来 扶我一下 笨死了 钱贵和他的细班子的人如愿以偿 终于得到了游击队的认可 花子 花子痛恨左腾与美代子的爱情 利用手 利用手中的权力 扣下了美代子 写给左腾的情书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美代子是帝国之花 迟早是要回来的 哎呀 你又说这今天呢 多亏了这瞎子了 要不是咱们又得杀人呢 可不是 是啊 你说万一又让小鬼子知道咱杀人 到时候没人干活了 那小鬼子不得崩了咱们呢 对对对 可那地雷就冲你去的呀 这倒也是 这帮孙子 房不胜房 咱们可得小心点了 要不然哪天还得给咱炸了 咱得把买地雷那人抓起来 当着全村人的面就把他杀了 你看以后谁还敢挖坑买地雷 我们明天就问问瞎子吧 他敢出来顶这个雷 把他心里老明白了 行 佐藤君 这次粮食怎么运你 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这次往前线运送秋收的粮食 如果再有什么差错 就不是你掉脑袋的问题了 是连我的命都要打进去 不一定监工补过 保住秋收的粮食 这也不能全怪你 那帮黄袭军已不可信 所以 这次给前线送粮 我认为 就派小野去吧 是 粮食一到 立刻把部队拉往前村 守住秋粮 明白吗 我明白了 不能给八路和国军 一点多粮的机会 一定要守住前村 清廉队长放心 绝对不会给八路半点机会 很好 前村长 好吗 好吗 猪排啊 怎么着 没折腾够 又来折腾了 戳着呢 不好意思啊 眼神不好 如果啊 昨天呢 失望不对 你呢 别太生气 昨天要不是你啊 这不我又得杀人了吗 我得感谢你 所以说呢 昨天的事 别太往进里去 猪排 瞧你说的 我是这么认为 只要你诬惑乃乡亲们 你的日子会很好过的 是是是是 哎呀 咱们不都是兄弟吗 你的本事 不就是 戒道杀人吗 这于大肚子的本事 不就是戒了皇军的刀 杀了我牛哥吗 就是 猪排 这话大了 伤和气 牛排 和于大翻译之间的过境 我这个老百姓 不过就是借根羽毛挠痒痒 解决不了大问题 行 夏总 那得今天呢 帮我解决解决 帮我查一查 到底他妈是谁买的嘞 把我炸成这个丫头嘞 你知道吗 别别别别碰 疼 特别疼 我告诉你钱贵 今天我要不把他抓出来 我就是一王八蛋 猪排 这事啊 您还真不能问我 赶紧去找于大翻译 于大肚子 不送了 我没说要走 我没说要走 是没说啊 行 狗状人事 咱们走着瞧 走 左腾君 今日我要回军部一趟 这些粮食 你一定要按时交到部队 是 一定要小心点 是 左腾君 这几日我对你这么严厉 你不会怪我吗 属下不敢 来 我为什么会这么对你 你应该明白的 这个连队长的位置 我是不会坐的 而且 我也希望你会尽早 回到这个位置上 多谢连队长栽培 左腾君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如果连队长没什么事 那我先回去了 我怎么会喜欢这个傻瓜 是吗 小野君 这次就辛苦你了 路上一定要相信 请连队长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你们来了 走 我在这儿呢 别找了 赶紧走吧 哎 哎 你不是钱庄的吗 是啊 那次躲在墓盘下的就是我 没拉钱 保住你命了吧 哦对对对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哎 今天咱们伏击的是什么呀 小鬼子的运粮车 运粮车 哎 那这粮食强大了怎么办 当然是分给老百姓了 这还用问 是啊 哎 那有咱们钱庄的吗 嘘 鱼粮车来了 嘘 鱼粮车来了 我去死了 我的娘啊 这炸弹的威力也太大了 你那大可不行 保护阳神 快快快快 再来 别来飞 là 便了 打着了打着了 Bug了 Sims 什么伯格啊 杀儿是个鬼子 被村长和修律 组织报仇 对 听我报仇 打 神哪 我也打烧小坏子了 强官 第九个 给我开炮 小心 什么 遭到了伏击 那粮食呢 粮食呢 喂 别说了 我知道了 从我的命令 黄蝎军全部出动 保护运量队伍的沿途安全 是 没事 没事 冬装 没事 混蛋 你 火速赶往冬装 通知他们停止一切粮食的运送 嘿 别拉东西啊 好 检查检查 你们那个炸弹 咋那么厉害呀 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怎么弄的呀 这个很简单 来 我说我弄的咋不成呢 哎 你们俩人聊什么呢 快点快点 看下一回 我下一回让他们都完蛋 是 哎呀 这么个打法可不成啊 怎么了 这账打完了 粮食也剩不了多少了 要是不打 一颗粮食都抢不回来 这买卖做得不麻烦 太不麻烦了 买卖 什么买卖 你问钱棍去吧 八个 九个 船长 休止 我给你们报仇了 让他们下去给你们当牛做马 等着吧 还有呢 我说钱棍啊 求求权下雪可不太激烈啊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那个炸弹研究了半天 一个小鬼子也没炸死 不是 晴儿啊 这是我的预示失误 我保证 下一回 准保诈死的十来个鬼 我让你的窗台上摆不开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乡亲们都可感激了 就是每家每户分的粮食 就那么一丁点 没关系 我们再想办法 办法可以想 但不能再抢粮食 再抢 我们的人还得牺牲 我们再想想办法 我刚才看过米了 不像今年的米 又卖啥关子呀 这是去年的米 还是今年的米 跟咱们抢不抢米 又有什么关系 我要说的是 小鬼子送的粮食 不是刚抢的粮食 为什么 我一看就知道是晨凉 我们得想办法 让小鬼子把我们的粮食吐出来 粮食让土八路抢走了 让我怎么跟花子交代 剩下的粮食 不得有物 一群废物 就咱们的鸡头蒜 你要说杀一两个小鬼子那行 你要说劫车劫量那也不靠谱 还得仰仗两位女侠 坐下 有话就直说 别绕弯子 我想的是 咱们的金汤城 摸清楚小鬼子的粮仓里 到底藏了多少粮食 然后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为前线的将士们做点贡献 又来了 又来了 你呀 是精神可佳 能力有限 你可别小看我 我有招 你有什么招 毒药 来 站住 不是吧 这个 这叫做药就是 做药的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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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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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的灯哦 呸 什么这么味儿 这 长官 长官给钱啊长官 给钱 老人下个管子都不给钱 吃你个破屏糊 还给钱 不蛋 等会怎么办呀 等等 你俩出哪帽子 想管老子的钱 老胆子 知道老子是谁吗 余大翻译 整个济南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余大翻译 兄弟 给哥一次机会吧 哥儿端错了 哥走吧 余大翻译 您还想往哪儿走 告诉你 你给我老实点 跟我们走一趟 走 赶快去 快走 把眼睛睁开 不是 不是 我懂规矩 我知道 我一旦看见你们 你们又快杀了我的 我们不杀你 把眼睛睁开 不可能 不可能 蒸不蒸 你们 你们 怎么 害怕了 你们是 巴龙 国君 是 我们来找你办点事 二位 别找我呀 我就是一翻译 不敢杀人不敢放火的 而且我胆子特别小 真的 余大翻译 你拿钱的时候 胆子不小啊 看小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 胆子也挺大呀 哪有啊 每次看小鬼杀人 我心里都慌得很 真的 我就是胆子肖 要不然 我早就参加贵君了 别啰嗦 我们要交代你一个任务 你要是完成得好 你可就是抗日的有功之臣呢 二位 我求你们了 我跟你俩跪下课撒头行吗 放了我吧 你说骨头 帮忙 你就是同志 杀不赦 余大翻译 你可看见了 他要真杀你 我可拦不住啊 我答应你们还不行吗 好 但是这件事绝对要保密 走漏一点风声 死一条 我明白明白 隋大侠 我怎么看见有点面熟呢 又不懂规矩了师父 不可拦不可拦 我特别懂规矩 懂规矩就好 刚才说的话明白没有 我明白明白 把这横子梳着了一次 脑子喝出去 我帮你们 你说余大肚子不会跑了吧 不会的 我帮你们 你别看他整天装傻充愣 其实比谁都精 装傻 为什么装傻呀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那条狗命 他现在走到哪儿 都是一张汉奸的嘴脸 嗯 妈 真是风声鹤铃 老子不堪 你真是喝口凉水都谁呀 真是喝口凉水都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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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余大肚子真撞得住他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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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你问然然 真的 是真的 就余余大肚子那人 只有你们不拿枪指示他 他们能听你们的话 他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不管走到哪儿 都是一张汉奸的嘴脸 只有回到小鬼子那儿 才可能有口饭吃 我琢磨着呀 他又该来找我了 找你 找你干吗呀 干吗 干吗 在这钱庄 谁不得管我叫声音 那我呢 叔叔 孩子又大没醒 爷 他找你干吗呀 会算呀 我能给他出主意呀 我出的主意都多好 他问题是你这主意灵吗 钱棍 就你下的那个毒 能跟毒鸡蛋那毒一样吗 这主意可以再想了 这个不行再想别的呀 你你你可拉倒吧 余大肚子现在已经精了 你要再来一顿瞎算 那肯定跑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 我哪知道啊 这搜主意是你出的 不是我 搜主意 你出一个我看看 我 你我 我我出不出来 怎么着啊 出不出来你还这么喝 我不出不出 好了 来 钱贵 你说 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在琢磨琢磨 大伙儿也想想办法 反正我可想不出来啊 反正我就是这着想二姐 二姐去哪儿我去哪儿 就你们这些事啊 跟我没关系 靠不死烂你的嘴 都啥时候了还闹啊 好了 咱们现在不光是戏班子 还是革命的队伍 对呀 大二姐啊 你拿那鞋底子抽死都算了 是不 臭崽子 还顶嘴是不是 有了 我可以 有了 稍微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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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有了 有了 吓他 谁啊 我 李玉大哥 谁 李玉大哥 等会儿啊 我进了 我进去了 你媳妇呢 干活去了 来来来 你快坐 兄弟 哥谈上事了 谈上大事了 你能遇到什么事 兄弟 兄弟 你可得救救我 余大翻译 你一个大男人 你哭什么呀 你可得救救我 你哭什么 你坐这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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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就来客人了 我的妈呀 余大翻译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还说呢 你们千招村 真是四面埋伏 处处是陷阱 今天我一刚到村里头 就掉坑里头了 你这是怎么了 你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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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摔的 我 我 那 那您没事吧 也没事 摔不死就行 弟妹啊 兄弟 你们都知道 这世道做人难哪 可他娘的 做个罕奸是男生加男的 罕奸这词 可不是随便说的 你说我不做恨奸 我还能做啥呀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这个了 媳妇 去给余大翻译 长点热乎了 压压精 成 等着吧 马上就来啊 怎么样 没事 真让钱贵给说中了 说中什么了 这余大肚子呗 真的来找他了 真的来了 你在这儿 别出声 这个钱贵 非要让我给余大肚子弄点吃的 谢阳同志 这样才像个好媳妇嘛 要不 你留在这儿得了 都什么时候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个 算文假促的你 谁算了 看来啊 这回你还是真受惊了 哪有你说 我 我这次 是惊大肚了我 行了 行了 先别说这些了 先吃点东西吧 我在心里啊 现在是吃什么 都是七上八下 不得消停 你说我这样的人 你说我这样的人 说我除了做罕奸 我也不会别的了 哈哈哈 你说说 你跟我说说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 我现在见到你 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你先别踏实 你这么一闹啊 我倒不踏实了 你这大清早的 跑我这来 到底出什么事了 那要命的事啊 我实不相瞒 昨天 就是昨天 好几拨人来找我帮忙 帮什么忙啊 我粮食里下毒 那你答应了吧 那我能不答应吗 我要是不答应 我这罕奸脑袋不就没了吗 那你准备怎么弄啊 我要知道怎么弄 那么还找你干啥呀 你找我有什么用啊 你赶紧跑啊 我跑啊跑我跑 我这不就跑你这儿来了吗 你跑我这儿来有什么用啊 要不你就给自己留条活路呗 活路 活路 这世道哪有什么活路啊 啊 那你就说这钱庄村的富老乡亲 那他招谁惹谁了 那不说不就给你崩了呀 我一罕奸 黄金给我条活路 八路就不给 八路国金给我条活路 活金就毁要了我的命 你说我这个 我就是一个村进封乡里的耗子 啊 说到哪头都是死 啊 可怜啊 真可怜 妻子是可怜的 这简直就是悲惨 老话说得好 三十六级 周围上级 不行我就跑了算了我 那你就趁着村里没人 赶紧跑了吧 我往哪儿不好啊 我往哪儿不好啊 要不这样 皇军不是要运粮吗 你干脆就窜着皇军 把粮食运出去 这样你不就解脱了吗 哎 哎高啊 兄弟 你这张实际是高啊 这两日都没有了 我往哪儿偷毒啊 兄弟你真是我的吉时宜啊 我 我那口气做上事业酒 做上事业酒 做上事业酒 不行 我得喝口水 喝完水我马上我就回去 哎呀呀呀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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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送了啊 哎 雨凡夜 哎 雨爷 这么快就聊完了 你看我这汤都给你做好了 要不您喝两口 不用了弟妹 谢谢了 啊 等我把我手里这些事都蒙完 我好好请请你们俩 走了 慢走啊 急成这样 又中钱贵的招了吧 正好我饿了 快 这面怎么生的 你怎么给吃了 这 这不是给于大肚子做的吗 我看他没吃 走了 这到了怪可惜的 你吃就都吃了吧 这叫什么话 那你看这下点披霜得了 少了我受这份罪 那我给你吃生的 不比给你吃八豆腔 我告诉你 你要把我吃闹肚子了 你这罪过就大了 你这叫迫害革命同志 我这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吗 你看把你急的 我跟你说正事呢 你刚才跟于大肚子 说什么呢 他想跑 我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他给稳住了 现在糊弄他回城里 找小鬼子去 让他找小鬼子干什么呀 别着急呀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是先稳住他 然后我再想办法 逼他下毒 还能想什么办法呀 你总不能让我跟张然然两个人 天天拿着枪逼着他吧 就算是这样 他不跑啊 他天天窝在那个鬼子指挥部里不出来 那我们就只能干瞪眼吧 我们干瞪眼 有一个人可不会干瞪眼 谁呀 朱老八呀 朱老八 你忘了 我告诉朱老八 是鱼搭肚子埋着地雷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是要欲擒故纵 让他们俩狗咬狗一嘴毛 对吧 学着吧你 我现在就去点点火 好 你和张然然告诉刘掌柜 一定要保护好鱼的肚子 别到时候真让朱老八给弄死了 那可就麻烦了 妹 今年雪后三床背 来年枕着馒头睡 你 没听懂吗 就是说呀 咱们农民有好日子过了 谁 瞎子 这不是瞎子吗 今天怎么有空上我这来了 老八 我这不是来看看你吗 怎么着 你要出去啊 下这么大的雪 我带兄弟们呢 出去巡查巡查 顺便看看太君修的炮楼 老八呀 你可得悠着点 可别 别什么 不是 瞎子 你这话怎么总说半截啊 赶紧说 老八呀 我怕我说出来的话 促中听 常言说得好 良药苦口利于命 忠言你而利于心 这想当初 你他们什么意思啊 要给我说评书是吧 行 要说你就给我说上三天三夜 有食有尿 你也把这三天三夜给我憋着说完 兄弟们 给我拿把椅子 请瞎子带着说评书 拿把证书了 拿椅子 那老八 老八呀 别急啊 老八呀 你想想 你哥是怎么死的 我告诉你啊 瞎子 你不给我提这事 我还不过火 你一给我提 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你看 你看 我都说了八百遍了 我一个瞎子能杀谁啊 我这嘴又不是机关枪 分出来的是子弹 咱俩是一头儿 我害你不就等于害自己吗 算了 算了 我说什么反正你也不相信 照片 把这酒啊 肉啊 都给他们留下 咱们走 老八 要是出了事 你可别再来找我 夏总 你看咱们都是兄弟 你说话怎么可能不信呢 来来来来 这边 来来来 给瞎子给我让不动 兄弟 跟你说实话 这每次一见你啊 我这蛤蟆都倒立着 你今天 有好酒好肉的 是不是又吓唬我呢 老八啊 我吓唬你 你说我哪回说错了 对对对对 你帮我出主意啊 那算我命中有福是吧 兄弟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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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的椅子 谁这么腰的椅子 您刚才不是要听瞎子说书吗 对 这就是给瞎子给我拿的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 赶紧打个椅子啊 赶紧打个椅子啊 走走走 走